关战也把第一机械师 国服S1的机械师 飞行家机械师古董商家佣兵打捷克机械师上来撞鬼 今天我们看过两次他的机械师了 放娃扛吗 走位 翻 哇 这个 翻有一说一胆子也是有点大 万一震慑呢 我以为他会放娃扛掉这个乌刃翻出去 娃应该没有放吧 娃没放 那这把的话又有好看的了 看看这把机械师的娃怎么放 他是一个战斗机 他的打法是更偏向于自己主动去遛的 而不是说把娃一放找个地方一躺 然后就玩手机修机子的一种打法 这边的话杰克乌刃怎么说 放娃扛 一个实体擦刀反手板子下掉 8秒钟以后闪现 机械师的话他应该带的是个飞轮 雾刃现在还没有 杰克板子一破 下一个位置要交闪现 看看这个闪现会不会被娃给躲了 我觉得杰克可以等到雾刃好了以后再出刀 飞轮想躲雾刃 漂亮 这波杰克压得很好 这一手隐身 误刃 带闪现 主动性就全在杰克手上面 这波击倒穷者 机子是肯定不够的 就看优兵救人了 优兵的话现在这个位置被杰克压着 你们要救人就得再派一个人过来 其实很难受 优兵跳个护臂 跳个护臂的话很容易吃误刃 这边回头 压着压着 漂亮 这杰克有点猛 这到底是哪位神仙 要追双岛的 闪现想打个震射 优兵这边拉开 踩着硬物器 古董伤 一棍 两棍 要保这边的机械石三棍全焦 但是博命时间其实还有很久 杰克这边的话 雾刃CD好了 看机械石来镜头给刀 看这波操作放瓦扛吗 杰克并没有甩着刀雾刃 捏得很紧 娃娃来这边堵路 娃娃来堵路 但这个窗不能翻了吧 这个窗翻 漂亮 这杰克是谁啊 这杰克是谁啊 好猛啊 这杰克 这杰克不仅操作猛 他主要是什么呢 他的技能的一个释放 非常非常的清晰 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怎么去打 踩一脚进一身 古董伤这边想来救人 你没多少棍子了 刚好你打过我三棍了 灰动作 灰动作 假动作 假 一刀五刃甩 人就下来 古董伤这边想掩护我飞轮 一棍甩 漂亮 这把古董伤其实打得也非常好 机械师的话 应该是没有太多操作性了吧 即便你是国服S1机械师 人挂飞 密码机 插了一台整机 杰克真胜的剧 打得好 打得好 这好 这把杰克打得真好 这个杰克 他不像小七 小七的误刃呢 我觉得会打得更激进一点 幻想哥吗 待会儿去看一看 我感觉能打到 这种感觉的 不多 能打出这种感觉的杰克真不多 这个分段的 我感觉只有幻想哥了 一刀误刃甩住 漂亮 然后去管机子 消耗完佣兵的护壁 五秒钟以后下一个误刃 这刀误刃能不能带走这个佣兵 带走这个佣兵 他手里面技能还有 一刀误刃 哇 真敢甩 翻走 这里佣兵应该是要倒了 好的 那边的话 飞行家的机子62切船 传送落地 抓你飞行家 佣兵已经耗完了 剩下就飞行家 这边的话 骗 假动作 两个人 一刀无刃 漂亮 飞行家这波很稳啊 这一波就站在你面前 你会不会我吗 还有一个飞天来躲无刃呢 五秒钟 这边古董商 在补佣兵的机子 留给杰克的时间其实不太多了 飞天了 这波杰克过来抓这个飞行家 是不赚的 是不赚的 一刀带走 那边的话机子压好 把佣兵摸起来 杰克没有传送 他们要补一波状态 人挂上 赶过去 差不多状态刚好补好 来救人 47秒 耗了不少东西了 耗了不少东西了 耗了佣兵的战夷 耗了佣兵的道具 古董商这边的话 又摸出一个护壁 这刀 打了个实体刀 那这波有点难受 这波甚至可以直接亮 其实我觉得佣兵当时 直接亮会更好一点 这样的话 被杰克压住 其实亏 当时佣兵直接亮 因为古董商那边 是可以直接过去 把那个人救下来的 古董商有护壁 飞行家有飞行器 佣兵这边的话满血拉开 这样的话 可能压你一手佣兵的血线 甩中了 漂亮 刚才那个插刀 真的直接亮 我觉得会更好 一刀 佣兵这边放出分身 再绕 看见佣兵了 过板刀 好的 带走佣兵 挂上野后牌吧 这是一个三人不贴门 甚至说可以说是 三人在脸上的一个开门阵 飞行家这边的门开了一半 古董商手里有个护壁 一切都未成定数 先排 先排 排了一圈 没有 船 飞行家 一波飞 那这个飞行家 可能要倒古董商交护壁去 救佣兵 你先 这个位置不好说 这个位置的话 飞行家这边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你拿不了它实体刀 这块板子不穿 你拿不了它实体刀 感觉刚才飞行家手里有飞轮 直接去 直接冲门会不会好一点啊 飞行家这边还能操作 还能操作 骗 骗红光 叶刀 倒地 那边的话 点门 古董商 跟平局 平了 打得很好 这局绝对精彩 这局绝对精彩 这局属于是两边都把操作拉得很满 来吧 戏